夫君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你丈夫是话多病死的 你现在管谁叫丈夫 夫君 我 我真的是逼不得已 是花间阁 花间阁他不要成了亲的女子 我才出此下策的 一派胡言 花间阁什么时候有这种规矩 这种谣言你也信 我 我又不知道 还有 杜若说想收你做女官 你是不是内心很窃喜 可以和他朝夕相处啊 我没有 夫君 我来花间阁 那还不是为了能和你朝夕相处吗 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见到你了 对不对 我 我命下人看管你 你自己偷偷跑出来 回去我一定账罚他们 不要嘛 你生我的气 为何要迁怒他人呢 你如果一定要罚 那就罚我好了 你确实该罚啊 你确实该罚啊 你要罚我什么啊 我得好好想想 好 你 你们刚进花间阁 一般都是普通的掌勺 这工作呢 就是帮掌扇打打下手啊什么的 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做工情况呢 在三到五年之内 会有一个晋升的可能 不过你们记住了啊 除了每日传菜可以在前厅以外 其余的时间 必须给我待在后厨 不许乱跑 尤其是岛主处理公务的地方 更是不能擅长 听清楚了吗 还有 我告诉你们 你们发生的任何事情 必须得禀报给我 不可以越级上报 要不然 我让你们吃不了 兜着兜 兜着兜着 兜着 舌头 不许笑 笑什么呀 这个 这就是你们下厨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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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带你们去睡房看看吧 走 走 走 你派人顶紧夫人 一举一动 及时向我汇报 是 这里呢 就是你们厨娘的睡房 床位可以自行安排 虚实以后 不可以到处走动 更不可以大声地喧哗 你们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没啊 我 我有问题 你 那个 我 我不住睡房 我下了宫以后得回去住 不是 李云月 怎么就你事多呢 在花间跟劳作的厨娘 必须给我睡在睡房 可是我们 可是什么 杜管事 杜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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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您有何吩咐啊 我刚好路过 听到了李云月提的要求 初选会的时候 我尝过她的厨艺 李云月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只要不影响做工 住不住睡房 没关系 对对对 杜尚司您说得对啊 就按您的意思吧 这个 你们安置好以后呢 就去后厨报到就好了 你 听岛主和杜尚司说 你是个奇才 这只是奇才 就要用奇才的方式来对待 对不对 所谓 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方程大忌 那你就把花间阁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的地 全部给我拖一遍 还有啊 以后厨房的菜就归你写了 我当然是亲眼看到的 当时在睡房 杜尚司临走之前 还对李云月泡了媚眼 难怪 他们两个之间 肯定有什么 难怪杜尚司那么帮李云月 听小刀消息说 除选日那天 还是杜尚司历见的李云月呢 什么 李云月的后台是杜尚司 对对对 你现在才知道 杜尚司 整个花间阁都传得沸沸扬扬扬的 而且我还听说 两人以前是夫妻关系 前年的时候 李云月和杜尚司成了亲 当时杜尚司还没有靠去男厨身呢 只是一介平民 后来啊 李云月为杜尚司生了个孩子 到后来 杜尚司进了花间阁 把李云月也带进了花间阁 后厨当真这么议论 刀主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后厨看看 都给我记住了啊 我天 刀主 真是个孩子呢 真的假的 和谁生的 杜尚司和李云月 肯定是一顿 前些天 我还看见他们拉拉扯扯 庞若无人哪 那我可太羡慕李云月了 要是有了杜尚司的庇护 以后谁还敢欺负他 上宫时间是来说闲话的吗 刀主 诺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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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主 刀主 卑职管理不利 陆云 李云月 和杜若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 刀主欠心了 李云月 还轮不到你跟刀主说话 你住手 好嘞 你们几个 这几个月的月银都给我扩充 你们几个 这几个月的月银都给我扩充 还有你们 以后再传这种流言蜚语 都不用来了 都不用了 就这种流言蜚语 也是 就是这种流言蜚语 对 和杜若的家人 猛虎下山 怎么了 猛虎要下山了 猛虎下山 猛虎下山 猛虎下山了 什么猛虎要下山啊 哎呀 你刚来 不知道 今天下午 岛主大人鼎鼎大名的小姨子 陆玉珍 要来花间阁上宫 大家可得当心着点 别撞出什么天火雷了 是吗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怕陆玉珍啊 哎呦 那可是有得说了 从他第一天进花间阁开始 就闹得我们花间阁不得安宁 他第一日来花间阁 就召集我们处旁所有人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呢 是岛主夫人的妹妹 也就是岛主的小姨子 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 听见没有啊 说你呢 说你呢 听见没有 再后来陆玉珍变本加厉 只要是经他传菜的饭桌 十眼八九都会被投诉 要他上搓菜 要么得罪客人 连苏管事都难合不了他 你的店怎么还去管事啊 你的店怎么还去管事啊 你再怎么说 你就是个小小的管事 我可是我们堂堂岛主的小姨子 谁敢不进我三分 陆玉珍啊 就是仗着自己是岛主的小姨子 在花间阁横着走 我们都可烦他了 赶紧走赶紧走 赶紧走赶紧走 干活了 这个陆玉珍真是 玉珍皆好 喂 苏唐 我今天专程过来呢 是来预知我下个月的月营的 陆跑堂 你上个月就来上了三回宫 没辞退你 你是看岛主面子 你现在居然还想预知下个月的月营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不就是因为我岛主姐夫看不上你 娶了我姐姐 你就故意为难我 我告诉你 我和我姐姐姐妹情深 你要是不给我预知的话 我就让我岛主姐夫把你给辞了 你现在 马上给我滚出去 我一文钱都不会给你 你这个没人要的臭婆娘 活该你自己一个人嫁不出去 你闭嘴 你们两个 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嫌溜人啊 表哥 表哥 你终于来了 这个恶婆娘 他欺负我 可吓死我了 你不欺负别人 就是万幸了 还有你 堂堂一个管事 怎么如此管不住脾气 烦你给我写一封捡起函 以此为鉴 那没人 这么久 这次薄人 让你吃了 我靠上了 我靠上了 我靠下了 因为我可以